今年1月18號 台灣經濟民主聯合 與台灣公民陣線 我們發表了一個選後聲明 在這個聲明裡面 我們嚴重的提出警告 台灣公民社會 絕對不允許民主倒退 如果發生這樣的現象 我們一定會挺身而出 我們要在這裡 公開向國民黨、立委 提出七項警告 第一項警告 我們反對 婦崑崎市的國會特徵主調查 如果婦崑崎推進 我們一定會有所行動 第二點 我們反對 未經政策還評的 花東交通三條例 第三點 我們反對 把不當黨產歸還給救國團 第四點 我們反對 讓中天赴台 把新聞台的執照 改成永久的 廣播電視法修正 我們也反對 國民黨立委 企圖讓國會介入NCC的提名權 讓國會擁有NCC行政權的條例的修正 第五點 我們反對 提高罷免門檻的選罷法修正 第六點 我們反對 破壞現行法制 大開後門的核電研議條例 第七點 我們呼籲朝野立委 堅定地捍衛台灣的民主防衛體制 台灣的民主防衛體制 不是不足 而不是太過 但是我們看到 國民黨前總統 馬英九辦公室主任蕭旭成 呼籲要修改反滲透法 跟國安無法 而且我們也警告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當年說 要廢除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五條之三 政治談判喉獻條款 如果國民黨立委有任何提案 在提案的第一刻開始 我們就會有所行動